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们也不是要到这边来吵 我们也不需要了 但是市民可能要比较清楚的了解 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议员在讲事情 讲到最后都有一点不晓得谁讲的是对的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谷 模拟两可 那珊珊我看你是相对于比较理性的 理性问证 对于听众朋友来讲 他觉得你说的 我们比较中立 比较中立一点 比较客观 所以我想今天来听听你来讲 那我们来让听众朋友多一点了解 说不定我们待会开放Coin 包括特别最近 你看这个民调在下滑 有一个台做了掉了不少 掉了不少 那为什么会掉呢 那我想听众朋友说不定有他们的看法 会觉得说一开始可能也许是用新鲜感 那么也许现在过了吗 过了 然后呢 你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检视新任的市场 新科市场他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的水平 才会满足你们市民朋友 对于一个市场的期待 那这个呢 我们待会来开放Coin 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不好 我想先请珊珊来讲一下 这个洪志温现在是记两个小过 记两个过 可是呢 这中间还是有很多大家讲不清楚的 就比方说啊 到底有没有泄密 泄密呢 其实泄密在法律上面呢 有法律上面的一个规范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他算不算泄密 然后呢 这个我们怎么去看那个机密文件的解密 的这个程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他 他泄的都不是法律上的机密 因为法律上的机密一定会在 他的公文上面就会写密等 我觉得这是属于哪一种密 即机密 机密 还是怎么 无 他会写无 那他所泄露的东西 有一些是之前 就是好 马世福 好世福以前的公文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泄露 比较严重的是连任委员会的报告 在还没有连任委员会 还没开会之前的草稿 那先被 某 某名嘴拿到 对 然后po在脸书上 所以连这个 连科匹次长都要在 他说这个事情很严重 影响到连政委会的公信力 那我觉得 这个整个事件 其实是大巨蛋 停工的一个花絮而已 也就是说 重点是大巨蛋的安全 重点绝对不是洪志坤的泄密 但是因为有这个泄密的事件 让整个的焦点给转移到 无焦点啊 对 那为什么 当然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在我们那天的专案报告里面 大家全部群起围攻洪志坤嘛 那当天报告的其实是五大案 就是其实市长是要来跟议会报告五大案 但是没有人没有人讨论那个内容 全部都在讨论洪志坤 这是成功的移转焦点啊 那但是你说为什么国民党议员要这样子 我都在想说 不然你要叫他们问什么 难道他们问说 马英九跟好龙比有什么违法吗 所以其实也真的是只有 但是这不是一个城市进步的象征 因为还是会在会再变成政党对立 就是还是有那种仇恨的情况存在 其实重点是你 柯文哲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 调查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我们讲过很多次嘛 大巨蛋真是有个有问题的案子 那只是这个内容里面 洪志坤为什么要泄密 他泄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说泄密是要让远雄拿到 然后让远雄去做因应 这个就不对 但是他泄密是泄给民嘴 让有一些公文 不见天日的公文突然间见天日了 他的目的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 那可能目的比较没有所谓的问题 但是他的手段绝对违反程序 他是公务员嘛 违反了哪一段的程序啊 公文处理规则 就是我们市府内部都有相关的公文 你要怎么出去都要有案 为什么公务员要盖章嘛 要负责啊 所以为什么要盖章要签成 才能够留出去或提供给议员 都要经过程程的审核 那可能取得这些资料 然后他就可能交给了某一些名嘴 但他某个程度可能也是 负责跟媒体沟通的人 所以就变成这个份纪就没有那么清楚 那当然被记过就是这个程序问题 你说目的 目前还看不出来 他泄露这个目的是 我先给你通风报信啊 我要去给你领检啊 然后让你赶快跑掉啊 还不到这种程度啦 他只是说 有一些事情是他们调查出来 我觉得可能另外要回去检讨的是 为什么要用泄密的方式 才能让这些东西见天日 可能内部也碰到了一些所谓 他所谓的保守系 原来的保守压力嘛 那些原来在里面的公务员 做过坏事的公务员不敢拿出来 所以你要靠泄密来处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严重了 那就非常严重 表示你 这个事情的后面 柯文哲 柯文哲市长还没有办法驾驭整个市政府 还有一堆人在那边 前朝的余孽 还在那边乱搞 所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你市政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其实柯市长说开放政府 全公开透明 照这个原则下去是正确的 那但是你洪志坤以后 你所有的公开透明或开放政府 你应该是一视同仁 不能只有A名嘴拿到 B名嘴没有 A议员拿到 B议员没有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既然你们认为说 内部还有所谓的保守势力的反扑 那你就全部公开透明 就不会再有人说 你谁来反扑什么的 所以全部公开透明才是正道 所以你洪志坤单独的 个人的一些 针对特定人的泄漏 因为他不是法律上的机密 所以他没有刑法的问题 他目前就是行政上的程序问题 所以他就被记过了 所以可以讲泄密吗 如果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名词 不算密 如果法律名词的话 他是不到 不到那个程序 不到嘛 所以说我们应该 不应该再讲泄密这样子 因为我 其实我 我对于这种 你违反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是非常反感的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客观的 就知道我毕竟是跑司法出身 用字我觉得要精准 因为你泄密就感觉上 就是你已经泄漏了 国家是什么样的 是有刑法上面的规范的 所以不应该这样子 这么的轻率的 去用这个字眼 泄漏资讯 泄漏资讯 那泄漏这个资讯 这个资讯是得公开的吗 还是不得公开 这些资讯都没有密等 所以他就是得 他是没有保密的问题 所以他把它公开出来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 接下来就上网全部公告 全部贴了 所以所有的资料 他泄漏过的都是上网公开的资料 未来会上网公开 只是他都比人家提钱 对 这个就是程序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提钱 你想干什么 你想做什么 媒体操作吗 还是说你就是 之前人家讲 拿去套人情 你跟某些人的交情比较好 你就给他 特别的给他 所以市长也做了个决定 以后有什么东西 就是全部公开上网 每一个人都拿得到 你不要有特定人拿得到 特定人拿不到 这个情况一定要解决 否则 按照洪志坤 他这样子再下去 你看现在是等于说 留校查看了 对柯文哲市长 当然是一个 管理统域上面的危机 也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事情 在你上任不到半年 就有一个 你的贴身的幕僚 被寄过 这件事情是市长 必须要 很严正的来看 而且加上说 整件事情 重点都没讲清楚 停工复工的 这个事情 才是台北市民最关心的 所以这个事情 既然已经处理了 就忘记它 就以后不要再发生 但市长要做的是 怎么样去跟台北市民 确保大巨蛋的安全 这才是市民要的 OK 其实我觉得 今天也是把这个 谈过之后 我就不想再谈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 很多大的事情 可是大家却把焦点 都放在这个上面 放在有没有喝酒 有没有小秘书 但是程序为什么提前 其实以洪志坤 他如果是一个受访对象 来看的角度来看 我以我是一个 新闻媒体记者来看的话 我可以很理解 你们会强新闻 对啊 我听到了独家 对 就是独家的这种欲望 会让大家忍不住 忽略了程序的规定 而且会想尽办法 会请洪志坤 如果你是洪志坤 我会跟他说 你先给我 先给我 我不会报 而且我不会告诉说 谁给我的 通常都一定是这样 新闻媒体会保护消息来源 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拿到 这样的一个独家的这种公文 而且已经是要解密的 我当然在第一时间 我会想先办法把它做大 这个东西是 头板头这样 对 这个是媒体记者 你很难 这是新闻媒体的天性 这没有办法 那媒体记者 我们是基于什么 就是知的权利 对 我就是想知道 这个事情当初 当初是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要藏起来 对 然后我可以告诉 全部的这些民众 原来当初的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这样子的 公文是这么个走法的 对 所以你能够怪 你能够怪 我以知的权利来看这事情的话 我根本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也拿到过 拿到过太多的独家 对 这种就是 对 你就想尽办法 要从那里面挖出来 甚至他不给 看那些头板头 哪一家不是独家 他不给 我们都在偷拍 或偷公文 对 我们刚过这种事情 偷看 偷看 然后赶快记 强记 对 这个东西是很 但是就是你要 知的权利 只是说 他揭露了这个事情 就像有些时候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倒不是 这个中间的程序怎么样 美理记者不讲究程序的 我们讲究的是那个内容 那个内容是不是属实 是不是真实 新闻性 然后是不是 揭发了一些什么样的 弊案 弊案 那才是我们 我们所在 内容最重要 对 我根本不在乎程序 我程序 我怎么拿到的 你管我 但是是不是 公务员重要的就是程序 对 结果这刚好是两个 不同的需求 然后他们所受到 不同的规范 对 公务员 他有必须公务员的 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今天被处分 主要还是因为程序的问题 对 而且他这样的处分 其实如果以说 寄生界 以上之处分 小过 小过算大的 算大的 对不对 公务员来说算大的 好 那这件事情 你看那个什么 阿帕器 也不过 对啊 也才小过 小过很严重 阿帕器有多 对啊 多么严重 比这个来相较的话 四小过啊 对不对 就是鸡蛋碰尸头了嘛 对不对 那我要再追着 问的一个point是说 你刚刚讲的 有一个保守势力 或是前朝的余孽总统 不管你用什么 去形容他啦 反正这一些 侯志坤说他要泄密的原因 是因为有保守势力的反扑 对 那一些保守势力的反扑 是为了要维护 说这东西不能够 见不得光 还是说 这东西呢 已经都要解密了 都已经解密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 害怕他 见不得光 或甚至他不配合 廉政委员会的调查吗 是这样吗 有存在这样的 一股保守势力吗 其实我觉得 柯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也许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些公务员 都是好市长 这边交接过来的 但有一次 听说啦 他们不是要开会吗 首长举手 然后柯文泽市长 就问了一句说 你们谁是 阿扁时代 就在台北市政府的请举手 全部都举手 他吓一跳 原来你们 不是前朝的余孽 你们是前前前朝 就已经到这边了 就公务员嘛 我们有必要为了 当哪个市长的附庸 所以他后来可以理解 所以现在他对公务员很好 他现在对公务员蛮好的 他反而觉得说 他以为大家都是 都是马过好的人 结果不是 是扁的时候就有了 扁的时候就在 大家全部都举手 他吓一跳 然后所以 以现在的状况 他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 为什么会有 还有一些人 试图掩盖一些事 因为如果 如果在 假设在前面的市府 你说我们 我们也调不到资料 我们为什么调不到 那表示说 当时有一些人 有一些事 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 那现在新的市府进来 他一样 一样 依旧不愿意让人知道 那当然会去 试图做一些掩盖 所以第一你要换什么 把人换掉 把人调一调 才能把那个资料拿出来 你也记得吗 刚开始他们调查的时候 市长是要很气的 到那个地方去 叫他拿出来 他才拿出来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旧事例 因为以前的公务员 没有被这样子翻搅过 所以他也不能 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 说以前不能拿了 为什么现在要拿 对对对 所以市长有的真的就是 他自己亲自下去 亲自下去 说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才叫得动 对 所以重点是 我们的公务员 以前被灌输的观念 就是没有讲的都是机密 然后可以拿的 要特别签出来 才可以拿出来 可是克文哲的想法 是刚好相反 要保密的是特殊的 没有保密的 其他都是公开的 所以方向内容不一样 所以他只是文化的不同 我觉得一开始 有这种冲击 但是慢慢慢慢渐渐 他也理解 然后公务员也慢慢 原来我不能适应 对要去适应 所以他这个磨合 其实有发生一些过程 但是现在真的有比较好转 你会发现 他对公务员 好像没有像一开始那样 不然我就把你换掉 因为他发现原来全部的人 都是点时代就留下来的 所以没什么前朝余孽 大家应该都是一条船 公务员嘛 对不对 同心协力去把市政搞好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不过一个这个逻辑的转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以前的人是认为说 告诉你可以讲的 你这个才可以讲 对 不然的话其他都是机密 现在叫做 我告诉你说 这是机密 不能讲的 你才不可以讲 其他通通可以讲 对 都好 现在跑新闻都 对啊 现在他们就说 调不到资料 奇怪 我怎么知道 都调得到资料 就是可能调的方法 也有问题 有的人问的不清不楚 那怎么给你资料 像我们可能就是 人事实地物 一清二楚 你要针对这件事情给我回答 如果你 你给我回答那些空泛的 打太极拳 那这个议员就不会放过你 就是你自己也要有点本事 有些资料调不到 可能是因为你问的不清楚 问问题也是一个本事 对 问问题是个本事 对 问问题就个本事 从那个问题调过来之后 还可以再从那个里面 再找到问题 再去问 这是一个优秀记者 他也应该要具备这样子一个 基本能力 你问题不是随便乱问 因为乱问 你问得很狼 对方也可以答得很狼 是啊 但是你如果是识问 对方虚打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 可是你连问都不会问 你就问得很 你今天 对啊 这种猜脑记者的事情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 所以这一股保守势力 事实上也并不存在 其实那是 我觉得是文化上面的误解 误解而已 慢慢慢慢会解事情 好 也并不存在 那这样子我们确立了好几件事情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 资的权利也被确定了 以后呢 都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公开 特殊才是机密的 是不是 对 好 那所以 孔志昆这个事情 我觉得到 这边再做一个注脚 应该就是说 以后的市府 对于公文的这种认识上面 已经大家都要有一个一定的共识了 对不对 这不用说在这边 这个是 案程序 然后可公开的就应该全民公开 是 就不要得有特定人公开 好 对 好 那这样呢 回到呢 这个事情的正组 这个就是配角 对 主角 主角现在的一个情况 现在目前 因为那天你们要讲的是五大 五大案 五大案呢 所以后来就扯到这些东西来 五大案现在情况怎么样 五大案 他其实只有两 两到三个案子有做结果 另外一个案子叫双子星 双子星因为没有成案 所以也只能调查 还没有调查报告 那现在就是三创跟台北 台北那个松烟文创 那松烟文创看起来 上次吵一吵那个陈平啊 富邦啊 吵一吵 好像反正也有一些 大概的结论 大概应该有机会 从富邦那边多拿回一些权利金 这个机会是有的 所以那个案子应该问题不大 那三创已经开幕了 开幕了其实有几样东西 就是他们要配合的事项 那三创有同意配合市政府来做修改 那这个问题可能也不大 所以大概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巨蛋 是 那大巨蛋现在呢 这个 现在是说要可以到施工到六 到七月底是不是 他现在是叫做报备施工 他其实那天是全面停工 到今天为止 其实还叫做全面停工阶段 那所谓的报备施工并不是复工 这个我觉得市政府一直没有说清楚 报备施工是所谓 我在停工阶段可能有危险性 你要来报备我同意你部分施工 步枪 然后至少要保持安全 不然停工其实是危险的 那报备施工是我们台北市特有的 自治条例里面的一个规定 所以他并不是复工 那这个 这个是市政府用的 其实还不错的一个招数 第一个他用建筑法 跟合约没有关系 我就是建筑主管机关 你就是有危害公共安全 我就把你停工 第二个 你就是乱变更设计 我没有浮屠说 然后我也把你停工 那将来你也拿不到执照 因为你变了 我也没准 所以你到时候执照拿了也是个问题 所以你看远雄才要就范 否则远雄完全不甩你 以前他有合约在 他最大 他爱在里面搞什么就搞什么 可是现在停工阶段 你要搞什么都要经过我同意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 其实他是 插到咽喉了 他是有策略的 可是这个策略 被那个洪志坤给 模糊交点掉 这个策略是对的 因为这样子 我才能去监管你施工的过程 你不要一直做上面 你不给我打大底 然后一直用打大底的时间 来拖延你的攻击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是否有进驻 然后远雄 我看他也不敢乱来 OK 好 我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也许来开放口音 让大家来聊一聊 对一段时间 柯B他好像民调也掉了 是不是大家 你对他的看法 是不是有改变呢 进广告 八星文台 我是刘俊耀 瘦耀耀 黄珊珊 黄大律师在现场 珊珊你好 大家好 是 那我现在 我们来开放口音好了 0283693398 就是说这段时间以来 我想柯B他以 这个绝对的优势 打败了林胜文 当选的 五党级的台北市长 那这段时间以来 他本来的这一个 则的民调 是非常的高的 省见台北市民 已经对于政党恶斗 非常反感 那有一个 五党级的人 出来当市长 他们大家觉得很好 那可是这段时间以来 有一点在下滑 的一个趋势 就是对于 这个柯文哲的满意度 还有上升的 满意度上升 不不满意度 不满意度上升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来听听 大家的意见 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你觉得柯文哲 做得好不好 那还是有哪些地方 需要改进的 我希望大家是 非常健言的 不要有一些 如果说 那就是一月是 刘鱼那个谩骂的话 那我是不太好玩意 好不好 来 线上 哎呦 卡丝这么快 李先生 李先生请讲 喂你好 是 请说 我觉得 我根本不知道 柯平他在干什么 啊 你说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柯平他在做什么 哦 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对啊 用去大巨蛋 这件事情 那大巨蛋 可是大巨蛋 是做很久的事情 对于大巨蛋 这件事情 有几个问题 我一直很想要问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答案 哪有你 第一个是说 因为当初 我知道是因为 好像变更营造商 那中央政府 有要撤销 呃 那个台北市政府 好像要撤销 远修资格 嗯 然后送到中央去 阿扁那时候 好像工程会 没有让他撤销嘛 嗯 那我不知道是 基于什么原因 不让市政府撤销 然后第二个是说 大巨蛋 那个模拟的 那个逃生系统啊 嗯 但因为大家都人命很重要啊 嗯 那全台湾 跟台北有多少个建筑物 有经过这样子 而且是公共建筑物 像什么台北101 是是 像台北市政府啦 有没有经过这一套来模拟 嗯 模拟不过了 阿为什么 如果模拟过了 或者是什么样子 那是不是人命很重要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都来模拟一下 嗯嗯 很好 对啊 OK 我自己 你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啊 我也找不到啊 哦 不会 我们会慢慢把答案告诉你 好不好 你在心上听好了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待会儿一并来回谈 因为线上还有呢 郑先生 郑先生 请讲 喂 是 请讲 郑先生 你好 瑶瑶哥 那个议员你好 是这样子 我觉得 科技目前来讲 他的市政上 没有特殊的东西 让我们看到 就只有在这个什么弊案 或是什么 什么五大案 这些在那边 其他的 这是 我举例来讲啊 我现在蛮 他一个那个 所谓的 使用者付费 画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停车阁 那你现在知道吗 他现在 停车阁画了以后 很多车子 不停他的停车阁 都跑去巷子里面 尤其是用消防巷道里面去塞 哇 真的 把他赶到里面去 我讲到每天 像大喜事这样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 科技要不要负责 哦 OK 但是 这个好 来 你就这个问题吗 使用者付费 然后他只针个汽车 那批车 嗯哼 我懂你的意思 对 你要嘛 就 我是觉得他 在做这个 其实你知道吗 他在画这个停车阁的时候 他连里长都不愿意帮他 公布这个事情 嗯哼 嗯哼 连里长都不愿意帮他 公告说 这边要画停车阁 是 所以说他在这个 上通下达部分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 做得很好 是 而且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个 政绩让你们觉得说 选到他 可是你觉得了 他上任到现在这段时间 如果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绩 会不会太强人所 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不是 我们不是说要他一个很大的政绩 最起码你要有他的愿景 愿景 譬如说我要 我要做到市政部分 要做到什么样的 我们都没有看到他的愿景 是 所以说我们很疑惑说 那你今天你这个一个市长 你没带给我 譬如说我第一年的规划是什么 第二年规划是什么 第三年规划是第四年 我这四年里面 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几乎没有让我感觉到说 我四年以后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市政的 看到市政府 就像我阿扁他之前 以前他帮我们做一个人 很好的愿景 你记不记得居公所 是 那居公所以前 居公所是摆一个脸给我们看 以前是官僚的 现在是非常的亲民 对啊 这个就是市政的一种 OK 好 感谢郑先生 哎呦 李先生 郑先生 两个人是非常 有感有 但是他们两个 通常其实有一个交集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感觉 柯文哲做了什么 这个你待会来补充 来 我们就从李先生的 的问题来讲 一个中央为什么撤销 让台北市其实已经飞标了 已经没有跟 就远修已经 就没有了 但是中央是以台北市政府 让他变更协力厂商的这件事情 程序上没有让厂商说明 然后把我们撤销的 就是台北市政府 就是没有给厂商这个程序的机会 所以中央就把他撤销 所以并不是实质上 中央同意他现在的案子 是撤销之后 你台北市本来就应该重新跟他议约 重新跟他审查 他的整个大巨蛋的状况 可是市政府没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模拟的部分 的确没有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做 我们法令上本来就没有 没有针对所谓的这样的 这个连台北 台湾的建筑基础规则都没有的法 真的 大巨蛋 巨蛋其实都没有这个 那会不会太针对性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远修 他就此都不服气 我们再找一个单位来模拟 而且人会跑 人不会就在那边 堵在那边不走 所以吵不完 这个就是变成是 你用这个方法 那现在好像这个模拟又不见了 又变成是停工 那逃生这种不重要 不重要了 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市府要说清楚 如果不说清楚 就像民众说 你看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 因为如果说你用这个模拟系统 你要你用大巨蛋的模拟的系统的话 你如果你是大家 你要放出四海接准 那不然你也去模拟一下 A也要 B也要 C也要 那这样 那如果说你一模拟 比如说101 假设他没有过好的 那你要把它拆掉吗 是啊 我们还有湖南港展览馆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共建筑 那阵线的部分 其实这真的是最近 台北市政府有点雇人院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说使用者付费 因为像我们 我的选区内湖南港 其实我们原来算台北市的郊区 我们有一些停车阁是不收费的 但是因为柯市长上任之后 就全面收费 就发现我们停车阁突然间变成空的 车都跑去哪了 车还是那么多嘛 那车去哪 那民众就来打电话 我们服务处也接到很多电话 就是说你这样子的作为是 问题是台北市就这么多车 你晚上去收钱 收钱的地方就没有人要停 那警察开单开不完 开到手软了 现在 然后最近是半夜三更 半夜12点也在开 早上5点也在开 可是市长说晚上违法还是违法 以前有一些 以前是某个程度有点辩民 就晚上让你们大家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红线你第二天一早就上班了嘛 但是现在柯市长的做法是全面是 一视同人 包括早上5点跟晚上12点的停车 也觉得你是违法 就是没有喘息的机会 所以很多的民众他就变成是 我觉得民调会掉 跟这个直接影响到民众自己日常生活有关系 因为这个不见得 他说的不是错的 但是像我们都会希望说 你有一个便民的 晚上你只要不阻碍交通 不影响人家 救灾 主要是救灾 你要让救护车进得来 消防车进得来 那这样的通道 你不能堵住 其他的部分就稍微 让晚上的时候大家喘口气 可是现在的市府 的确会造成刚刚正先讲 全部把巷子堵了一团 那警察还是进去巷子开单 所以其实问题也没解决 所以就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要做一些 我觉得人性化的调整 虽然都是法律 可是像我们以前就是 我晚上八点以后不开单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喘口气 因为台北市就这么多车 除非你不要发车牌 你不要卖车了 那大家没有车牌 可以停在台北市 那你这个OK 但是你使用者付费 有它的正确性 但是相对的是 你可能必须要符合实际 才能够解决问题 尤其他一停的时候会停很久的时间 你如果按小时去计算的话 他一个晚上就停下来 他就觉得说很心疼 又花了这么一大笔钱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 所有我们像我们那边的住宅区的 那个停车阁都是空的 空的啊 但是当以前没有说要收费的时候 车子都在哦 都停在停车阁 积电以后不收费 对啊 然后呢 但是你现在说要收费的时候呢 大家就干嘛 你这个穷则变 变则通啊 可是通就塞住了 你以为你通了 可是问题就塞在巷子里面 只是从这里到其他的地方去而已 对啊 所以我们重要的是 我们要先去计算这个区域的 它的停车的需求 然后停车费收费 然后跟实际的状况 以前都会做一些民调啊 做一些调查 对啊 那现在是一体一视同仁的话 就会造成一些比较密集 尤其是老旧公寓的地方 有那大楼 有地下停车场 根本不受影响 主要是一些老旧社区 公寓住宅 他们的确没有地方停 对啊 你怎么办呢 他总不能叫他把车卖了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当然就是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大众运出系统更完善 我们小巴到他家门口 那可能可以把它拿掉 对 OK 那我进了网口 广告之后呢 那另外真的这个问题是说 运警在哪里呢 好像大家搞不清楚 柯文哲你要做什么呢 可是问题是 柯文哲刚刚上任 他有办法 就马上可以做什么吗 这个呢 挺资深的议员 黄珊珊待会告诉你 金委导刘军耀 说要要 黄珊珊 黄大律师在现场 珊珊你好 大家好 是 刚刚呢 郑先生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跟这个李先生 有一点像的 他们中间都对于 柯文哲到底做了什么 上来好像 就去炒一炒 前炒的一些呢 留下来的这些 不管是烂摊子 或者是他所谓的弊案也好 就炒这些东西 好像什么正经事 这个台北市政 好像大家都没做 这是真的吗 其实他各局处 是都很认真的 把他的科批新政 化成实际的东西 其实很多案子 都送到议会 比如说实案办公室 台北市的实案的问题 要怎么处理 他有定义了一个法案来 第二个台北市要成立一个 公寓维护管理的公司 来管理所谓的 所有的公共住宅 然后要成立住宅处 就把现在的读发局的 管国宅的整个把它改制 然后将来就有效率的来管 然后法案都来了 然后另外 比如说我们融基银行 融基银行要怎么来运用 然后让这个融基银行 在台北市可以使用 他法案也来了 其实是有进度的 但是我要说 他为什么还看不出来 因为他被陷在这个 除币的大池子里面 在那边打仗 我觉得他要尽快 清理这个战场 因为现在大概就剩下大巨弹 大巨弹问题 不要成为他 只看到你每天在讲大巨弹 刚刚就像民众说的 你都没有看到你在心力 所以除币是一块 心力呢 心力 他其实昨天有一个新闻 他去中央国防部要地 中央原则上同意 给我们一块地 让我们能够盖公共住宅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他花50亿 来盖这个公共住宅 慢慢慢慢 这个心力的东西弄出来 他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你要编预算吗 对 因为他今年什么钱都不能动 他今年只有预备金 他自己的市长的私房钱可以动 其他的预算计划都是定的 所以他真的要做的话 是他现在五六月正在做的 明年预算的概算编列 这个就是他所有的政策都会在这里面 现在编 但是明年 十月送来 然后我们通过之后明年实施 那也就是说 那如果这样讲讲 就等于是他现在来除弊的 这一个光害 遮蔽了 遮蔽了心力市政 微弱的星光 对 目前来说可以是这样 可以说是这样 因为他那个 这些 你要讲到这些 对于台北市民来讲 他会认为说 那是很小的事情 他没感觉到 因为你要心里 你要通过法案 我们要同意你做 你才能做 你不是你要嘴巴讲一叫就可以做 但是比如说拆 中校西路 公司专业 他马上可以做的 因为那个东西有钱 有人就做了 马上就 马上有感 对 马上有感 但是其他的像 我记得你上一次还来讲过 包括连台电以后 他要在台北市要挖马路 要干嘛 你看他接下来 昨天的市政会议 他就说 以后跟台电同意谈 你叫我台北市 变电箱这些东西 该拆就要拆 要建立一个SOP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在改善 我们的市容交通的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进度 这样城市才会进步 否则永远都是台电老大 坐在那边 然后什么都不做 是 但是这些事情 目前来讲 市民会是无感的 因为他还没有 还没有落实 还没有落实 还没有 比方说你们家的电电箱 变电箱还在那里 市民有感的就是 为什么巷子车子变多了 然后就怪你 原来你就因为 你要收停车费 大家就把车子 全部赶进巷子里面来 所以说这东西 我想震痛 一段时间 大家都应该会慢慢去看到 如果一个是肯做事的市长 我们当然是非常期待 不要每天赚在这个里面 好像在那边储币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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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